人本來就70%是水組成的嘛 所以我覺得保濕跟保養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缺水的話 在皮膚上的作用是很明顯的 例如你會乾燥啊 會有細紋的產生 然後可能會發炎甚至過敏 所以維持水的保濕跟保養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當初其實在做這個品牌跟產品的時候 就是希望以透明 乾淨 直萃 跟有溫度的這幾個組裝去走 我們覺得白色它其實是一個很溫暖的顏色 那透明不只是在產品的設計上面 包括我們的包裝設計 還有包括我們整個網站頁面的設計上面 都會圍繞著這個白色透明為主軸去做視覺的呈現 肌膚需要用的東西呢 就是用的好 用的少 所以我們在每一項產品的內料當中 我們都會盡可能減少太多不必要的一些訴求性添加 我們在開發每一款商品的話 都會掌握幾個基本的大原則 像是純素的內料 全部都是零殘忍 採用有效的濃度 有效的成分 在調製上的話 我們會要求實驗室做出精巧的配方 那這些配方的話我們都會需要 它是可以符合比較弱敏性肌膚 麻麻肌膚啊 或者是乾肌 油肌都可以使用的 全系列的商品其實都是四季皆可使用 起初我們也是透過社群 讓大家票選說 他們會最希望是洗眼霜 化妝水還是精華液 作為品牌的第一個產品 然後剛好它也是在保養的第一個步驟 所以它的多功用是很重要的 而且它也是幾乎所有人所有的肌膚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才把玫瑰青春作為品牌的第一個產品 玫瑰它其實是精油之王也是花種之王 所以它的成本跟品質也都是非常高 那會把這個玫瑰作為我們整個品牌的主味覺 其實也是因為它可以紓緩跟紓壓一整天的情緒 我覺得現代人很複雜 然後城市之間也少了很多的溫度在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帶給大家這種很開心啊歡樂的感覺 其實好的商品我們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認識它 這一路走來我覺得也真的是很感謝大家的台愛 我們每一位員工對於產品開發 包括內料的選擇上 我們都是很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議 我們第一支開發的孕期商品 就是我自己本身在懷孕的時候 皮膚乾癢的問題就會比較嚴重 很擔心有一些懷孕的紋路啊 所以我們老闆那時候就委託實驗室 就是打造了一款專門呢 給媽媽們使用的一個身體油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溫度的方式 跟大家成為一個家人 我們一直都把顧客當作我們的家人 所以我們在推廣產品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不是說 我這個東西要賣給你要銷售給你 而是一種家人跟家人分享的概念去推廣 前三年是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個公司裡面 那四年前的時候開始有夥伴的加入 然後我看著大家結婚生子 甚至夢想買房子買車子 那我覺得有這樣子的夥伴 看著他們人生的成長 我是覺得很感動 然後這也是我當初創這個品牌 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理念 所以我希望可以照顧更多的夥伴 那當然這也是跟我希望成立一個 在台灣為總部的一個國際品牌 是有相關聯的 因為如果我是成立在台灣的一個國際品牌的話 我就可以照顧更多的夥伴 然後提供給大家更好的環境跟福利 有機會的話改善這整個產業的發展 然後 icon跟照顧更多的地方 就是我希望有機會 有機會 再到台灣不公司 就會再到台灣的中國品牌 更多的問題 就是我想過